来到7月18日星期四 我是学生播报员李美清 波罗免省和密县华侨学校建设两座新教学楼 预计耗资大约60万美元 新教学楼奠基仪式今天早上隆重举行 简华理事总会常务副会长 郑棉发代表会长方桥生勋爵 对华侨学校建设新教学楼表示祝贺 他指出弘扬中华文化发展华文教育 是简华理事总会的主要任务 二十多年来 华校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 和密县华侨学校新教学楼建委会主席谢理荣表示 华侨学校于1992年重建 为了适应新时代的要求 推动学校更好发展 理事会决定新建两座教学楼 规划有大礼堂、图书馆、课室、书舍等 为今后学生的学习 老师在校工作与生活创造更好的条件 华侨学校校长黄宝前介绍 华侨学校共有290名学生、6名教师 其中三位为中文老师、一位为解文老师和两位为英文老师 原有的8间教室已经破烂不堪 不能满足学生日益增加的需求 环境部证实 16日在西汉鲁克港厂阔的83个装满塑料垃圾的集装箱 将运发美国和加拿大 环境部发言人指出 经过调查 这批塑料垃圾重量多达1600吨 是从美国和加拿大运到柬埔寨的 他强调 执法人员正在办理法律手续 将这批塑料垃圾运回原国 他补充说 执法人员正在进一步展开调查 一定要查出塑料垃圾被运到柬埔寨的原因 他指出 有人以可回收塑料的名义 将这批塑料垃圾非法运到柬埔寨 因此执法人员也正在调查 进口这批垃圾的公司 以采取法律措施处理 柬埔寨发展理事会 批准了三个投资项目 协议投资额超过1000万美元 创造进3000个工作岗位 柬埔寨发展理事会 批准的这三个投资项目 将分别在金边市和实际城建设三个工厂 分别为纸箱厂 皮包厂和服装厂 建成后将为当地创造2748个工作岗位 柬埔寨发展理事会批准的第一家公司 将在石巨省森龙东县 建设一座纸箱厂 协议投资额480万美元 创造149个工作岗位 第二家公司将在金边市普森指区 监视一座皮包厂 协议投资额370万美元 创造1378个工作岗位 最后一家站在金边市雷西郊区 建设一座服装厂 随意投资额280万美元 创造1,221个工作岗位 描述一名高棉青年 敢于为祖国牺牲性命的电影 在本月17日正式开拍 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迪班 县利省省长迪西哈 电影制作人宁苏瓦将军 以及电影的原书作者等 出席了电影开拍议事 电影《枪几之人》根据原书拍摄 讲述迪班部长当年在战争时期的真实经历 县利省省长迪西哈说 今天柬埔寨正享受和平 然而如果追溯到54年前 也就是1965年7月17日 那正是柬埔寨现任副总理 兼国防部长迪班本人的难忘时刻 他要被冥兵枪杀 不过由于迪班命不该绝 最终死利逃生 省长说这部电影的内容 有些似乎是神话故事 难以置信 不过这世界是真有奇迹的